不只提醒美国投资型保单的使用人 小心保单法规的变更 投资新的热门单元财富课堂 继续请到互惠财富集团 资深理财专家为观众来分析 美国保险业对未来的经济展望 这里面呢其实是一个误区 很多客户如果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提醒大家要注意 保险公司在不管是下调这个投资回报 还是向上调整 都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动作 首先保险公司不会随意的来进行变动 来进行调整 因为它直接涉及到自己的产品的精算 自己的公司的品牌形象 以及自己的这个投资回报的计算 这是一个对于保险的公司来说 是非常谨慎的动作 这是其一 其二来说呢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 它的这个调整呢也是有一个周期的 但是对于客户来讲 您能不能等到这样一个周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您的投资机会 投资窗口期错过以后 假设十年以后 保险公司这个根据经济周期 又上调的这个投资回报 但是十年以后也许您已经退休 互惠财富集团立即成为美国华人 保险理财行业的第一品牌 不止南加州的圣玛利诺 钻石吧 尔湾都有办公室 而且专进美国保单咨询 和香港保单的转换 观众登记来参加 免费财经公开讲座 请上互惠财富集团的官方网站 请上互惠财富集团